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中国代表队在女子项目上落后了一些 但是咱们的男组项目中却非常有优势 本次亚运会男组就获得了十枚金牌的成绩 其中还有一枚金牌还是由男女混合组赢到的 这次日本代表队之所以取得胜利 完全主要因为日本代表队在女子方面与我们有优势 本次亚运会游泳比赛一共就有41枚金牌 这次就中国代表队和日本代表队已经拿到了三 八枚金牌的成绩 但是本次游泳比赛的第三名 确实让所有人感到特别意外 第三名就是新加坡代表队 这次新加坡代表队拿到了两枚金牌 一枚银牌和三枚铜牌的成绩 而且这次新加坡代表队必赛国代表队还要出色 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或者建议 就请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谢谢